不像十几年,我瞅着岁眼那种,我就喜欢 对,我找50到55之间的男士 但是我为啥说找50到55之间男士呢 我这个面目嘛,跟你说实说我是这个年 不知道以为我就48、49 我咋笑不太有褶子,我就长的就是年轻 就是有颜值,我颜值给他哥呢,我调整给他哥呢 我配得上小弟弟,五岁小弟弟了 我有工知,我有劳,我自己能生活,为啥不找自己如意喜欢的呢 为啥,这个年龄为啥我还对付呢 我就可以找50到55之间男士,没毛病 大妈,你脸上是没褶,就是肉都搭了下来了 这岁数还想吃嫩草,看来家里有晃啊 高大爷,今年60岁,在屯子里开了一家种子店 别看生活在农村,老高那真是分堆上开花 臭美得很,总之咱们女同胞穿的用的她一样都不少 啥女士风衣,身体乳,香水啊,那都是基本操作 这都咱自己熟着的啊 看看我这衣服 凡是我穿这东西吧,还算都够时髦 这不是女士的衣服吗 这不是啊,这都是我穿的 这风衣不是女士的吗 那是女士的,但是我穿的挺时髦的 我姑娘不让我买,但是我挺喜欢的,我就买 当时姑娘为啥不让你买啊 我姑娘,我买啥她都拉着我 关键我这花钱嘛,有点没当啊 几个孩子呀 我就一个女儿,我姑娘三十五了 我不是买那么太多,但是我是打明的 就是我喜欢的晚上必须得买 我这一辈我就喜欢一个长一点的风衣 出去散步了,现在春天一走一刮着飘飘的那老潇洒的 这些化妆品和香水也是咱们的吗 这是香蹄乳 香蹄乳 香蹄乳不是洗完澡之后擦的吗 对呀 大哥,你真是个精致的男人呢 这个是笋,这是乳 这不是太贵的,我早先使一套那个一百八百多 这香水也是咱们平时 比如说出门见人就喷呢 还是说平时在家也喷呢 我就怕这个屋里一时有什么隔路气味了 我就喷喷了,有时候出门了 就你们今天来我还没,我都没喷呢 都没忙过来 真是小刀拉屁股,着实让我开了眼 这妥妥地女装大佬啊,可大爷说了 咱不仅外在精致,生活也相当讲究 丑丑咱的手艺,必须得上了厅堂下了厨房啊 不能让你们饿着,来上厨房看看 让你糊了两个大肘吧 整让这一锅水全都靠没了 这个真有心了,你炖一个也就得了 整俩大肘子 你不够吃呢 咋的你这 这知道我能吃,这咋的 你求你这么瘦,你不得不要 我今天给你们烙点大饼的吃 因为你们,我再给你蒸过馒头 这你都会啊 都必须都会,我做啥都会 自从进屋后,大爷就开始滔滔不绝 从审美到手艺,就在红娘准备尝上一口食 一个转身差点把魂给吓飞了 爱马着小屋里的大妈又是何许而言 爱马,这又是几个意思啊 这不是拉帮套吗 家里红旗不倒,外面采旗飘飘,想的挺美啊 我俩就是天然叉地那种性格 就他那张过日那张,就衣服啥一大包一大包 水柜里一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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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有孩啥的 但是我这人就不喜欢这样的事了 你就是你丁家吵,丁家说 他这样,人的性格就这样,本性就这样 就是我俩在一起吧 就是很多年,就是多年以前 我俩就他最看我睡床,我俩就不在一起睡了 我们俩都有啊 都有六几年了就分床睡 我就跟他睡,他就跟他睡 你说夫妻要分床睡,你说那能有感情吗 没有身体的接触,哪有感情的升温 因为生活态度的不同 大爷跟前妻离了婚 本以为从此可以按自己的生活方式 潇洒度日,没成想 离婚后,住在闺女家的前妻得了脑梗 为了给女儿减轻负担 大爷又把前妻接了回来 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大爷的春天 我挺看好他的 他那是9月6号上我家来的嘛 完了到我家来 就是人家就是来的时候也没提出什么要求 也不吵我要啥,也不要彩离 到我家来还给我买一套衣服 买一个风衣,给我买一个小衫 他就是来到这,那这扎开始来 他还对我家大姐可好了 就是给我家大姐洗澡 就是不但能接受你俩现在这个相处的关系 他还跟这个大姐处得也可好了 那处得挺好 大爷这是找了个带子进组的保姆 自从找了后老伴 大爷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本以为三个人能在同一屋檐下幸福到老 没成想这新老伴突然想明白了 就是要回去了就不回来了就要走了 我说你知道那么些人追我 我谁都没选我选你了 我说你就不坑我你吗 你可拉倒吧 你俩到底是谁在坑谁啊 人家晚上伺候你,白天伺候你前妻 周末闺女来了还得伺候你全家 免费保姆都不带这么亏的 我看你是脸盆里撒尿,净干缺的事 既然报名相亲 那就说说对免费保姆具体有什么要求吧 找一个就是特别爱干净的一点 再一个就是人心得必须得好 但是就是不能太胖的 我不喜欢胖女人 体重不能超出130斤左右吧 就剩下没啥要求 我说大爷啊 不要以为你长的稀有就是个宝贝 现实和想象往往不太匹配 今天就让小红娘带你梦想照进现实 根据大爷的择偶标准 红娘找来了53岁外号王小抠 一心想当小公主的王大妈 不了解这位大妈的老铁 可以看看往期的视频 那叫一个精彩 这位是王凤芝王大姐 你好 挺年轻挺会保养的 就是这人嘛不错挺有气质的 人长的气质那是自身带来的吧 太老了 她说一笑的时候就像大叔那种感觉 她一笑脸都褶子 褶子都稀松 又不孝心 一笑的时候脸褶子稀松稀松的 姐那我一笑我也有活 你看我有吗 哈哈哈哈 你看我哪个有褶子 我早上大嘴你也看了吗 是我脸没有皱纹 也没有褶子 咱俩是灵机女 你看着我来吧 我不撒谎吗 你看我脸有褶子没有 有没有抬头纹 头白没白 大妈 退一万不说 就算没褶子 没皱纹 头发也没白 可年龄摆在那呢 瞅瞅嘅边上的那对括号 那不是岁月留给你的吗 老家却想吃嫩丑 那咱得舍得往外掏钱啊 虽然对大爷的外面很是嫌弃 看在干净利落的份上 大妈决定再跟大爷深入了解下 结果看到大爷的前妻 大妈不淡定了 她就是内风使 然后后又得个脑梗 她自己巴就下不了地 她巴就自己能吃饭 自己能上那个卫生间 然后洗头对吧给她洗 洗脸自己也能洗 俗话脑壳她都正常 心里她都正常 就是不能走 人家能说话 只不过是人家大姐妹敢说话 是不是啊 你这么的 我家大姐这人是啥人的 蝎儿特别好使 这得厚到一个人 她敢这样吃不着我的人 就是举手之劳 伺候伺候她 母家吧就是这个地 在家就卖了两种 种的啥 害我们家 根本都没 还是一家 都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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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大爷的前妻后 王大妈那心情 就像我和天思老伴 失去理智了 直言 这不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吗 为了缓解这尴尬的气氛 大爷决定邀请大妈到饭桌上唠唠 我给你找个其他腿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你凝我这么点坐 我还能吃着你咋 想跑那么远 没事 没事 这我好开玩笑 你来来 你再不我上哪儿屋座去 你凝我这么点 没事没事 你想我年纪比你大呀 我都六十了 那脸都没有皱纹吗 就是说谁都一样 你要是就是你要想找一个既帅 长得又年轻又帅气的 又能对你好的 又能相中你又能 你又能看上人的 那真的很难 其实吧 我我不是催 就是在男人堆这一块 无论有多少 我往那男人堆里一站 就是五十到六十的话 他没人说我照谁刺 我得我得敢说 我是个优秀的男人 可不是吗 都是菜摊上的黄菜叶 不值钱了 能找个对你好 真心过日子的老头不相忘 可大妈说了 余生短暂 不能浪费 既然咱现在是单身 就不能浪费我这声势美颜 贾余生刚才说他六十岁 六十岁要长得 要像是五十十五呢 我也能接受 我也不是不能接受 大哥你不要生气 你知道我没说 我找我最喜欢 我瞅得不像十几年 我瞅得四年那种 我就喜欢 对我找就是 五十到五十五之间的男士 但是我为啥说 找五十到五十五之间的男士呢 我这个面目嘛 跟你说实说是 我是这个年 不知道以为我就四十八九 我咋笑 我不太有褶子 我就长得就是年轻 就是有颜值 我颜值跟着哥哥呢 我调整跟着哥哥呢 我配得上小弟弟 五岁小弟弟了 我有工资 我有劳 我自己能生活 为啥不找自己如意喜欢的呢 为啥 这个年为啥我还对付呢 我就可以少五十到五十五之间的男士 没毛病 赶紧醒醒吧 猛的一看你不怎么样 仔细一看还不如猛的一看 谁给你的自信啊 就算是梁静如的亲戚 也不能狂妄成这样啊 还是赶紧白白回家继续老公主吧 祝福老妹找一个帅气的小帅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